少爲的時代來臨 孫子無心創意 和議館長參選人翁冬良 每天天早起床 驚騙和議館十八項天室 市長的當中日前的鄉親要求要作為欺負上紀念 過去欺負上需要多一段時間 才會當上項皮交付到酸病的手中 翁冬良為了工求效率和便利性 隨身帶到科技性發佈項皮的印表姿 現在只要跟民眾欺負上項皮連刷印表姿 就能詳細出項皮 放在任何地方觀看 希望會在經濟人人動支持 不然讓選民印象清潔 提到實體商品紀念專家的朋友 緊實樂開懷 現在是數位時代 所以在選舉也要搭上數位時代的風氣 那現在很多的選民跟你互動的過程當中 他希望留一些照片來做紀念 那很多都用手機在LINE裡面傳來傳去 所以現在大家對於有相子的相片 實際上慢慢越來越少看到了 那我們特別準備了一台機器 大概拍完到列印出來 大概一分多鐘 我們的支持者跟我們的朋友 就可以取得這個照片 然後在這樣選戰裡面 希望大家可以打得非常愉快 那大家在過程當中 可以留下一些紀念 我認為也是一個非常好的創意 跟非常好的一個 我剛才能夠標示 選舉打上數位時代風氣 跟民眾合同的過程當中 很多選民希望留下相片做紀念 但是現代人慣勢用手機 提醒你後相團LINE 也只是Facebook 對於相傳相片實際上 慢慢越來越久看到 因此團隊準備一台 無散相片列印機 為提醒你後列印出相片 只要一分之 鄉親可以輕鬆便利處理相片 這條選戰大家可以打得非常愉快 是非常好的創意跟做法 這件新聞 祝來信 嘉義官 蔡宏伯登